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大椎在我们的颈部低头最凸起的位置的下侧便是我们的大椎穴 那尾铝的话就在我们的尾骨下方肛门上方处于尾骨和肛门的中间叫我们的尾铝 那认督二脉呢是在我们人体前和身后的两条经脉 认脉是由人体前的24个学位组成的一条脉络叫认脉 那督脉就是由我们人体后28个学位组成的一条脉络叫督脉 我们本节课要学习的动作就可以很好的刺激到这些学位和脉络 以上就是我们本节课要了解的学位 接下来为大家做一次示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我们本次课要学习的动作 接下来进行动作的讲解 本次课要学的动作叫鸟声 那鸟声这个动作我们要用到一个手型叫鸟翅 大家拿出双手将我们的无名指和中指贴合在一起 并且向下压 将我们的小拇指和食指向上翘起 虎口撑开 这就是我们的鸟翅 接下来我们练习中会用到这个手型 下面请大家跟我一起学习上肢的动作 首先两脚自然开立与肩同宽 两臂自然落于体侧 接下去呢 两手缓缓向前按到我们的腹前 肚脐的位置 掌心朝下两手交叠 交叠之后有一个提腕的动作 向上提腕变成向上提的一个状态之后呢 身体微微向前探将我们的臀部向外翘起 有一个塌腰的状态 好 那么这个动作在向上提起的时候 有一个肩颈部位 有一个状态是寒肩缩向 什么叫寒肩缩向呢 就像我们冬天很冷的时候 大家会把我们的肩颈缩紧 就这个状态 将两肩甲和我们的背部颈向尽量缩紧 然后呢 头部抬起来向前看 形成一个塌腰的状态 那么这个动作我们再来一次 两臂落于体侧 两掌向前按掌 然后缓缓垂直向上提起 身体舒展 踏腰 然后呢 缓缓垂直下按 按回到我们刚刚的位置之后 两臂分掌 向左右后方 向我们的身体 后斜方摆臂 同时变成鸟翅 摆臂变成鸟翅之后 再缓缓回收 落到体侧 我们再连起来来一遍 两臂向前合掌 然后垂直提掌 身体前探 踏腰 目视前方 再按掌 再按掌 分掌 落臂 大家会问 我们在按掌的时候 要左手在上 还是右手在上 这个过程都没有关系 你觉得舒适的情况下 哪只手在上都可以 接下去我们进行下肢的动作练习 两脚自然开立与肩同宽 然后我们有一个微微的屈膝脸臀 注意 我们第一个动作是屈膝脸臀之后 缓完挺膝站直 我们要注意的是 一个 在下蹲的时候不要翘臀 要臀部微微内敛 第二个呢 在下蹲的时候膝盖不要内夹 然后挺直之后 再屈膝 将我们的左脚侧收 向后展 向后展 乘45度 向正后方摆起 然后再缓缓下落 回收 至与肩同宽的位置 接下来另一只脚 我们再来练一次 屈膝 挺膝站直 再屈膝 收脚 后展 好 这个就是我们下肢动作的练习方式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一起 将手脚结合起来练习 两脚自然开了一肩同宽 两臂落于体侧 接下去 屈膝的同时 两臂向前合掌 按掌 掌心朝下 挺膝时 两臂向上抬 提腕 进行一个腰部的伸展 接下去继续按掌 屈膝 按到腹前之后 在腹前向后分展 变成鸟翅 好 这个状态 大家从侧面看 脚尽量向斜后方45度摆臂 两手同时向后摆臂 变鸟翅 身体有一点点微微的前倾 伸展结束之后 两臂回到体前 左脚与肩同宽 继续按掌 提腕 再垂直按掌 收部 向后展 结束之后 落右脚与肩同宽 两臂缓缓落于体侧 这就是我们学习的鸟翅 肩膝的上下肢的动作 接下来请大家再跟我练习一次 屈膝按掌 抬臂伸展 踏腰 踏腰 松肩按掌 收脚 后展 按掌 另一侧练习 提 按 收部 伸展 好 落步 以上就是本节课学习的动作 接下来进行辅助动作练习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鸟伸这个动作 在练习过程中 有一个肩背部伸展的动作 那这个动作在我们肩背部 特别紧张的情况下呢 是很难做到 拉伸到位的 或者呢 会有一些阻塞感 通过一个拉伸动作 我们可以缓解这个问题 接下去呢 请大家找到一面墙 然后呢 面向墙壁站立 两脚开立 与肩同宽 或者比肩稍微宽一些 将两掌掌根 搭在墙面 作为支撑 上体 微微向下塌 然后呢 臀部向外翘起 头微微向上抬 进行上下的弹动 这个动作 在弹动五到八次之后 定格在你们觉得 有点酸胀的位置 三到五秒 这个动作呢 在家里面可以 像刚刚这样子 弹动练习 五到八次 定格三到五秒 每次练两到三组 就可以了 这个动作可以很好的 拉伸 腰背部 然后呢 舒展我们肩部的紧张感 还可以协助我们 将鸟声这个动作 更好地做到位 以上就是本次课的 辅助动作练习 接下来请大家 跟我一起进行 完整的动作练习 鸟声上举下按分手抬腿 举按分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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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本次课的 所有内容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